奇葩亲戚来我家过年 熊孩子把我攒了八年的偶像周边都撕毁 有好多都已经绝版了 我一哭二闹三上吊 报警让他们赔钱 大伯一家含泪赔了两万块 我躲在角落里偷偷笑 他仿偶像的周边不该处理一下吗 睡意正浓时 我忽然感到身上一凉 我皱眉睁眼 发现床边围了一圈人 而我大伯的儿子 七岁的堂弟周石锐 正将我身上的棉被往地上拉 你看石锐这孩子多机灵 他堂姐这不就醒了吗 男家 你怎么这么懒啊 你弟弟和姐姐早上六点都起床了 堂姐是大懒猪 又肥又懒的大笨猪 哈哈 周石锐已经唱了起来 我盯着被他躯黑的手抓着的棉被 火蹭蹭的往上冒 如果我里面没有穿棉睡衣 那今天我肯定走光了 而且这家人 毫无顾忌就闯入我的房中 我是睡了不是四了 我一把抓过周石锐手里的被子 被子给我 我沉声道 不给不给就不给 略略略 给我 男家 你抢什么呀 都该起床了 争那个被子干什么 快松手 你没看弟弟争不过你吗 小孩子喜欢用蛮劲 两相对峙 我不仅没有用石成的力道 而是当双方力量将近平衡时 松了手 周石锐一个没站稳 猎且着往后倒 石锐 大伯母疾呼 可没人来得及扶他 周石锐的脑袋就准确无误的砸在了桌子腿上 大年初一 见血光 晦气 周男家你干什么呀 谁让你松手的 大伯赶紧抱起周石锐 瞪个眼骂我 我很是无辜 大伯母让松手的呀 他们无人理会我 赶紧领着周石锐出去上药 我爸听到动静 赶紧过去 哎哟 大哥 这是怎么了 石锐怎么磕成这样子了 我爸翻箱倒柜去找药 还不是你的好女儿推了石锐 我不是说你呀 男家都多大了 还这么没家教 你该好好教育教育了 大伯母又奸酸又刻薄 因为我从小性子也 他就喜欢拿家教说是 我爸陪着笑脸 是是是 是我没教育好 教成什么样了 早晚嫁不出去 我爸没吭声 我出去坐在沙发上 低着头 沉默不语 大伯把我揪起来往前一推 男家 你赶紧给石锐道 啊 t 我用喷嚏截断了大伯的话头 男家 你怎么了 我爸慌忙问我 我故作犹豫 捏着衣服脚 刚刚石锐把我被子掀开了 有些冷 我 我就和他抢被子 结果 我爸的脸色一下顿住了 这样啊 大伯脸上挂不住 这个点还不起床 弟弟叫你起床 有什么错 我爸黑着脸 你不该和弟弟抢 你看 是不是把他摔了 闻言 大伯一家更是趾高气扬 然而 我爸默不作声地 将药箱里的点酒给推了进去 然后拿出了一瓶酒精 你先给我进屋 着凉了怎么办 这什么凉 这屋里开着暖气呢 大伯母阴阳怪气地说道 哎 嫂子 你不知道男家这姑娘 身子骨弱 生病了 还得花钱 这不败家吗 是哦 我这败家闺女躲在门后 看着我爹将占了酒精的年签 使劲往周时锐伤口上按 周时锐疼得呲牙咧嘴 我妈买菜回来 开始做饭了 我在厨房边吃边躲避 奇葩亲戚 楠楠 你那屋的门记得锁好 不然 你那群香伯伯就遭殃了 我妈叮嘱我 香伯伯就是我粉了八年的明星 从她出道到爆火 各种周边 杂志 代言 只要一出我就买 屋里还有一个超大的人形力牌 墙上也贴满了海报 我爱她爱得不能行 只不过 哎呀 熊孩子安静下来必反常 你快去 没等我妈说完 我一个箭步就冲进了我的房间 果然 一片狼藉 墙上大几十张海报 全部被撕下来 杂志 明信片被泡进水里 抱枕上被涂满颜料 人形立牌的头被拧了下来 甚至 连结偶像代言的一盒口红都被掰断了 八年的青春都被毁了 我顿时哭了起来 引来了所有人 大伯母看到 先是吸了一口气 然后赶紧拉过周时锐 快把你手里的脏东西扔了 这口红不干净 碰了会中毒 我的妈爷 让你大伯母再给你买点哈 地媳啊 说了什么话 我看这东西也不值钱 就是啊 就是啊 多大了还追星 你追这么得劲 他认识你吗 追星的人就是三观不正 大伯和大伯母两人左一句右一句 旁人完全没法插话 我只好踹了周时锐一脚 他一个屁股蹲趴在了地上 然后歪歪大哭 干什么呢 这不就一群小玩意儿 至于吗 时锐还小 玩玩怎么了 我气不过上手宁周时锐的耳朵 360度无死角旋转 周时锐哭出了猪叫 大伯母拍我的手 你给我松手 周时锐不就一个小玩意儿 我还小 玩玩怎么了 就不松 我爸将我拉开 大声吼道 别这么欺负弟弟 然后覆在我耳边说 闺女 你穿戴甲别撅过去了 赔钱 赔什么 这值多少钱 不赔就报警 优贺 你报 我看这值多少个字 一堆废纸 我妈拦我 拦着拦着 电话就拨了出去 等警察的间隙 我垂着头抹眼泪 我爸坐我旁边 撞了我一下 有点假了 该算钱了 我惊讶无语 我知道 你家哥哥他房了 一时之间 我竟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爸这个五剧网 可比我妈的二剧网快多了 我抹了把眼泪 点开相册 把事先存好的 所有周边的购买截图 都扔到了大伯面前 大伯一家人 脸轻一阵子一阵 嘖嘖嘖 男家长大了 知道 我们这群老是人了 建叔 你看看你闺女 都是一家人 至于吗 你还不赶紧管管 这说出去多丢人啊 我爸叹气符额 给我递了一张纸擦眼泪 这败家闺女叛逆啊 我都管不住 没事 哥 你别操心了 丢的是他的人 不是你的人 也不是我的 我去看看 厨房饭准备的怎么样了 我爸颇为深沉的叹了口气 默默的往厨房走去 就算叫警察了 有什么用 家事而已 警察管不了那么多 男家 我看这事就翻篇吧 回头让你堂姐 给你介绍个对象 杜比纸骗人强吗 我没有理他们 自顾自按计算器 8888加上645 计算器的声音 响彻整个客厅 大伯母坐不住了 口不择言 上了大学 也过滤不了人渣 连自家人的钱都骗 毕业出去 肯定是要骗吃骗喝的 我输入最后一个数字 某些人从出生 都现在都是一个胚胎 什么意思 小脑发育不全 合计15376元 有点可惜 八年前 价值最高的凸签没有被毁 刺了 我怀疑周十瑞 是我肚子里的蛔虫 他已经把那张图签撕了 大伯母 看见了吗 就那张纸 价值五位数 亲戚一场 就算你一万整吧 小兔崽子 你没事招惹他干什么 大伯一脚 就踹到了周十瑞的屁股上 周十瑞歪歪大哭 你干什么呀 小孩子就是闹着玩的 你不怪周南家 替我儿子干什么 怪我干什么 我让你儿子撕了吗 我再三叮嘱周十瑞 不要去我房间 他不还去了 我所有的东西 在柜子里放着 来别人家不知道 不要碰不该碰的东西吗 我的东西可是放得好好的 我拽着他的手 让他碰了吗 没错 尽管我是给熊孩子下的套 但这些东西 仍是规规矩矩 被我锁起来的 而真正需要我护着的东西 我加了双重锁 哎呀 别吵了 我爸听完 端了壶茶走过来 没良心的小白眼王 都是一家人 算个钱 怎么还有零有整的 抹个零头 两万整 见书啊 都是一 你说我们这一家人 怎么能因为 十瑞乱动男家东西 而惊动警察呢 对对付是男家虎脚蛮缠 和他计较干什么 反正铃声是他的 赶紧把钱给他 要不然他指不定能闹多大呢 爸 我怎么就虎脚蛮缠了 你是我爹 还不站在我这边 要不还是等警察吧 警察肯定会给我公道的 不行的话起诉得了 两万也不是一笔小数目 刚刚的电话其实没打出去 大过年 警察也要休息 叫什么警察呀 哥你就妥协吧 要不然一个零头都抹不了 我和我爸一唱一鹤 大伯一家彻底慌了 最后 我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模板 让大伯给我打了一张欠条 两万而已 这点钱我们根本都不计较 只可惜某些人为了两万块撕破脸 真真是人走茶两了 自古人心最难测 大伯母意识到刚刚太过失态 此刻一本正经的讽刺 早些年 我爸创业频频失败 而奶奶偏爱大伯一家 借个三千块钱都不愿意 当时过年团聚 是大伯和我们家轮流举办 我们一家免不了被嘲讽 连村里人都是各种看笑话 可他们只知 我爸带人随和 整日乐呵呵的 坚守以和为贵 可不是没脑子 现在我家事业蒸蒸日上 便再也不会受这些人的白眼 人走不走茶都凉 想说什么就只说 拐弯磨脚有什么意思 你这是和长辈说话的态度吗 什么家教 大伯母边嗑瓜子边数落我 我只喊冤枉 子不叫 父之过 我没家教都是我爸的错 长兄如父 我爷爷走得早 都是我大伯的错 这算下来 还是大伯母你没有管好啊 管不好老公 大伯母是不是您地位不太行 我语速很快 大伯母嗑瓜子的动作 停顿了一两秒 反应过来 正欲吼我 我一个箭步冲到厨房 这时敲门声响了 应该是奶奶 肯定是咱家地位最高的来了 大伯母作为外来的媳妇 处处被奶奶压一头 我收下大伯母的一记眼刀 打开了门 我奶奶站在门外 身后跟着我堂姐周心如 男家是刚起吗 还得是我 奶奶起得晚 我特地在家等着 这不 现在我才和奶奶一到来 哎 开车真累 不过奶奶说 我就算是新拿的驾招 开的也很稳 堂姐将鞋踢掉 随意她拉了一双拖鞋 把奶奶挤到身后就进来了 慢点 急什么呀 奶奶也不恼 只当堂姐性子大大咧咧 堂姐只比我大一岁 上大二 一年不见 她更飞主流了 脸上的粉素素往下掉 往沙发上一躺 正对电灯的脸反着光 我没说什么话 男家 怎么老是往厨房钻 过来和你堂姐聊聊天 你堂姐呀 现在在学校可优秀了 大伯母叫住我 笑死 刚刚气晕得不知道是谁 对 男家 快和你堂姐取取经 从小啊 你堂姐都很厉害 还考过全班第一呢 奶奶笑得眼都眉起来了 哼 只有小学一年级吧 男家学车了吗 今天我可是开车 把奶奶接来的 不是啊大姐 学个车有什么值得炫耀的 哦 我怎么听说堂姐 你考课二的时候 连手杀都没有送 车就像放炮一样 把两次机会全崩完了 你听谁说的 我听奶奶说的 奶奶立即将脸扭到一边 哦 我就说着好玩 我第一次就是失误而已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再说了 后来我就是一把过的 老娘每次都是一百分一把过 我不屑于争论这个 走到阳台上晒太阳 楼下小区挺多小孩在玩耍 只不过 我眉头皱起来 角落里 怎么有一个小男孩 一直在掀一个小女孩的裙子 小女孩看着不大 顶多三四岁 他边摸眼泪边往后退 捂着裙子 而且 那个男孩好像 周时锐 他什么时候跑下去 我慌忙冲下楼去 倒不是多担心 女孩家长来闹什么的 我只是觉得 周时锐这样做很过分 对方就是一个 比他小好几岁的姑娘 刚到楼下 就听到周时锐 见嘻嘻的声音 让你不理我 哈哈真好玩 你跑什么 我们村的小姑娘 都是光屁股和我们一起玩的 而且每次洗澡 都是我妈带我去的公共澡堂 我听到这话 就是一阵恶心 她才七岁 就这么不尊重女生 而且 我家附近的澡堂 根本不允许小男孩进女浴室 如果我遇到 能恶心一辈子 我一脚就踹到了周时锐的屁股上 你小子犯贱是吧 他妈谁啊 我将小姑娘拉到身后 你爹 周时锐怒气冲冲的瞪着我 对着我就开始上手 笑话 我治不了你 我一个躲闪 将她的手反锁到后面 周时锐 你想清楚 在家里惹我 我都不会放过你 更何况在外面 你敢在这里动手 我就敢在这里送你去医院 就算你爸你妈你奶在这里又怎么样 我照打不误 许时被我吓到了 周时锐朝吐了口唾沫就跑了 我没空理她 因为我身后的小姑娘眼泪啪哒啪哒往下掉 小妹妹 你家人呢 我将小姑娘抱到我腿上 我 我和我哥哥一起出来玩的 我 我找不到她了 我拿出棒棒糖哄她 你家是在这小区吗 要不姐姐把你送回去吧 我 我不记得在哪了 我 算了 还是打110吧 我掏出手机 小姑娘泪眼朦胧地望着我 姐姐 你能帮我给哥哥打个电话吗 奇怪 小姑娘不记得家在哪 倒是记得哥哥的电话号码 我替小姑娘打电话 不一会儿一个小男孩就跑了过来 我以为是个和我一般大的孩子 没想到竟然是方方 我家邻居的小孩 方方上面还有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哥哥方指 我和方指不经常来往 倒是方方经常来我家玩 男家姐姐 你是这小姑娘的哥哥 是啊 萱萱是我表妹 过年来我家玩 这怎么哭了 刚被一个小屁孩欺负了 我给方方指了指不远处的周时锐 还把来龙去脉告诉了她 小孩顿时黑了脸 去吧 姐姐相信你 我抱着萱萱在不远处看戏 不一会儿两人就打了起来 不 是方方单方面打周时锐 这也不能怪方方故意找茬 她只是去和周时锐玩同一个话题 周时锐见方方长相秀气 一副安静乖巧的样子 就想逗她 让她跟着自己叫老大 可方方根本不理她 周时锐就在背后使劲推了一下方方 方方也是能忍 被推了好几下才动手 方方可是从小就开始学跆拳道的 别看长得秀气 她可是这片的孩子王 很能打的 不一会儿周时锐就哇哇大哭 她被打得鼻青脸肿 裤子上全是灰扑扑的脚印 甚至还被方方骑到了身上 哎哟 是大伯母的声音 这怎么打起来了 谁让你打我家儿子的 大伯母冲上去 把方方推到一边 将地上的周时锐抱起来 你是哪家孩子 这么熊 把你家长给我叫过来 大伯母揪住方方的领子 我家孩子脸都被抓破了 我看也应该把你这小白脸给弄破相 我见形势不对 赶紧去阻拦 不料方方低头就咬了大伯母一口 明明是你家孩子一直和我贫 甚至还在我玩滑梯的时候推我 不就轻轻推了你一下吗 你看看把他打成什么样子了 我告诉你 我今天非要去你家闹一闹 我一阵无语 哎 这怎么打起来了 刚刚这不还好好的 有人围观 呀 这俩孩子怎么打成这样 一个阿姨瞅了瞅周时锐 这脸轻成这样 就是就是 大伯母拉住一个阿姨 你告诉我这是谁家的小兔崽子 必须带我儿子去医院 啊 方方 你怎么打起架了 不对呀 你这孩子不是平时最听话的吗 方方小脸一皱 嘴一撇比阿姨 刚刚明明是这个小朋友老是推我 我都差点从滑梯上滚下来呢 说着方方眼眶就红红的 眼泪要落不落 哦 方方先别哭哈 阿姨给你问问 你这小孩子瞎说什么 我家孩子怎么会推他 他力气是很小的 怎么会推得动 就是推我了 我没有 周时锐抽抽大大被大伯母护在身后 这位家长 你先冷静 方方平时可是很听话的 不妨好好问问 你家孩子到底怎么回事 哎 你这人怎么说话呢 不管发生了什么 打了就是打了 还有假 但是他推我 如果我真的摔下来 我爸我妈都会很伤心的 我可不舍得让他们伤心 你这人 一点同情心都没有 方方振振有词 捂着脸说 我都快笑了 这小孩演技什么时候这么好了 方方哥哥是装的 萱萱乃气呼呼的说 他哭的时候 从来不会大喊 只会默默的掉眼泪 你还见过方方哭过呢 是啊 有一次方方没写作业 就被方指哥哥训哭了 老兄了 方指 训人 我印象中他和弟弟一样安静 没想到还会训人 留点意思 你不是还没摔下来呢 急什么 这就不对了 方方如果摔下来那还了得 我不管 你这小孩就是瞎说 方方才七岁 他会撒谎 你别胡搅蛮缠了 好吧 我作证 我刚看到了 就是你家小孩推了方方 你说话要有根据 此刻几个大人围着两个小孩 颇有闹一闹的感觉 我将手里录的视频 发给了和我家关系比较好的 一位在场阿姨 别吵别吵 乱哄哄的 我刚录视频呢 正录到了 几个大人凑到一起 视频清清楚楚 大伯母脸色僵了 嗨 我家儿子不就是想和这个小朋友玩一玩 那么激动干什么 说实话 要我我也打 明显不想理你 还要凑到我面前 说的什么话 我家孩子怎么会有人不想理 明明是这小白脸不知好歹 再说 不理就不理 打我们是怎么回事 要不要这么不讲理 那么用力推那几下 方方的小身板怎么说得了 果然每一个熊孩子的背后 都有一个熊家长 此刻 我们小区一位平时很高冷 但很拖辣的阿姨发话 把大伯母迅的脸一抽一抽的 解决不了了 咱们就找大伙判判案 反正有支视频在 看看是谁家的孩子先犯贱 到时候 方家那腾孙子的老头子出来了 让你吃不了 兜着走 就是就是 最后 大伯母黑着脸 扯着周世瑞走了 方方找到躲在草丛后的我和萱萱 怎么样 哥给你报仇了吧 方方这小子还挺臭屁 回到家 正好听到大伯母在骂人 你们这小区都什么人啊 一群渣子 明年就不来了 过个年倒没死了 熊孩子那么多 哎哟 我的孙孙 怎么成这样了 哪个天杀的敢欺负我孙子 奶奶一副心疼的模样 曾几何时 我在老家从鞦韆上滚下来 他都没有安慰我一句 无所谓 我不在乎了 大伯母给周世瑞头上的伤消毒 嗯 还是那瓶酒精 我竟有些想笑 受伤的周世瑞也没有老实一会儿 而是蹭到我旁边 上手抢我手里的平板 我一脸问号 周世瑞缺口溜溜眉把 给我 我要完 不给 我正用着呢 笑死 平板可是位列我上双重锁的柜子 我能给你 周世瑞抢不过我 急到嗷叫 他的大嗓门简直要把我震聋 我要看动画片 我要看动画片 吵什么呀 男嘉你就给他玩吗 吵死了 我都听不清直播了 唐姐把耳机拿下来 冲我抱怨 说得轻巧 他是你弟 你怎么不把你的手机给他呢 我手机还有用呢 难道他不是你弟吗 男嘉 你就让世瑞玩玩怎么了 你姐姐正有事要做呢 他做的事可是大事呢 你这小打小闹的可没什么用 小打小闹 目前我手里这幅板会 金主爸爸可是要出两千呢 更何况 这只是一个系列里的一张 我目光落在 正在给主播打赏的唐姐身上 无所谓 金飞锡比 两家对比 我拭目以待 行啊 石瑞啊 我来给你找动画片 这就对了吗 我找找哈 这个我看过 超级好看 我随便点开一个动画片 这个里面的画面啊 非常火爆 里面的漂亮姐姐有很多 而且 他们都 我故意趴在周世瑞耳边说 周世瑞震惊的瞪大眼睛 嗨嗨 我坐直身子 当然了 里面和石瑞一样 帅的小帅哥也很多 不过 他们很坏的哦 我故意卖关子 用不大不小 正好能被大伯母听到的声音说 他们坏得很 天天欺负漂亮姐姐 不信你看 啊 周世瑞叫了一声 我从来没看过这个 好有意思 大伯母一把将手里的瓜子壳 扔到地上 以800米冲刺的速度 冲到我面前 想要抢我的平板 我当然没有让他得逞 你给我儿子看的什么 电视剧呀 我无辜道 瞎说 你别给我儿子看不干不净的东西 没想到 我们周家 竟然出了个 你这么不知廉耻的东西 大伯母 你说什么呀 你怎么能凭空污蔑我 我低着头掉眼泪 我什么都不懂 连男朋友都没有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 我给石瑞放的是甄嬛状而已 不信你看 这一群妃子不就是漂亮姐姐 太监是帅哥 这剧里的太监 不就喜欢狗状人士 欺负别家主子吗 我将平板对到大伯母眼前 大伯母仍是趾高气扬的样子 只不过声音明显降低了 谁让你那么描述的 我怎么会知道你会想歪 果然 心脏的人看什么都脏 你周男嘉 你真是好样的 那是自然 曾经 我就用了这一招 对付高铁上 想要看我平板的熊孩子 我撇撇嘴 大伯母也不能这么说吧 毕竟我什么都不懂 不过 我的堂姐好像很懂呢 我将和堂姐的微信聊天打开 里面赤条条躺着一句话 周男嘉 你看的什么好东西 发我一份奸笑奸笑 没错 我也没想到 刚刚堂姐会问我要资源 就有点离谱 周男嘉 你说什么呢 那根本不是我 那是你伪造的和我的聊天记录 大姐 你要不看看你在说什么 我随即就给堂姐打个视频电话 毫无疑问 堂姐慌忙把电话挂了 发错了而已 发错了 不是不是 我就是觉得 男嘉说的那部剧有点好看 就想看看而已 堂姐有点慌 丢人啊丢人啊 大伯一家都很古董 他们绝不允许 女儿有这样丢人的事情 更何况奶奶也在这里 大伯母 是不是该把您刚刚说的话 送给堂姐了 我说什么了 你这么不知廉耻的东西 你这么不 我手机里的录音循环播放 你快给我关上 堂姐已经破房了 破大房了 看看怎么了 一群老古董 你们以为自己都是从哪来的 哎 别看我 我可没说这话 这都是大伯母和奶奶说的 大伯母揪住堂姐的耳朵 你老实一点吧 看看你都闹成什么样了 堂姐委屈巴巴 至此 他们一家人再没人惹我了 吃饭的时候 奶奶频频给我炫耀 堂姐在学校如何如何厉害 我根本不care 可她老是cue我 我无语 男家平时在家都干什么呀 听说你堂姐闲的时候 就去兼职呢 每个月赚个几千块 生活费都不用给了呢 奶奶 堂姐故作淡定 但耳朵根都快扯到了嘴角上 别说了 也没有很多了 这样啊 哎 我叹了口气 我不像堂姐 我每个月的生活费都是负数呢 说完 餐桌上的人都不明所以 倒是我爸的手机吸引了注意力 因为他的支付宝 以极大的声音播报 支付宝到账一万五千元 哎呀 爹 你咋不把声音关掉呢 好设死哦 哈 我爹愣了一两秒 然后憨笑起来 闺女 你花花又赚钱了 我现在才反应过来 哈哈 我闺女说的负生活费 意思就是我每月不用给她钱 她还会定期给我 哈哈 闺女长大了 大家都很沉默 除了我这个傻子爹 哎呦 别高兴得太早了 大学生哪有那么多精力 指不定是在哪捞的钱 今天 我是真见识到了某些人的嘴脸 我爹上眼的笑容一秒消失数 大嫂 不会说话可以闭嘴 没人当你是哑巴 七 不就是画画吗 这有什么难的 心如小时候也是很会画画的 她画的那个什么 可是很厉害的 哦 你是说小时候唐姐画的猴子捞月吗 哦 我知道 周时瑞突然大叫起来 姐姐画的那个蹲在水上 倒立拉屎的猴子 扑 哈哈 我实在没忍住笑 周时瑞 闭嘴 唐姐踢了周时瑞凳子一脚 踢我干什么 周心如 你就会欺负我 熊孩子拿着筷子去搅周心如盘子里的菜 两个人为此大干一架 大伯脸上挂不住 你们俩别吵了 心如 你不知道让着弟弟一点吗 他还小 就是就是 我这么小 不该让着我吗 我无视一家人的迷惑发言 可是周时瑞竟然来抢我筷子底下的菜 他当然抢不过我 你瞧瞧 正说着要让着小的 男家就这么不懂事 不听劝 将来可是要吃大亏的 大伯母直接将我盘子里的虾家走 给了周时瑞 我一脸问号 这一家人下线为什么这么低 周时瑞喜滋滋的把那只虾吃了 略略略 真好吃 我抑制不住笑了起来 你笑什么 大伯母疑惑道 那只虾我舔过了 哈哈 你 周时瑞已经呸呸呸吐了起来 果然 别人的东西吃起来就是香 贱叔 你怎么教的孩子 奶奶没有用平常温柔道做我的声音说话 此刻的他怒怒圆征 Q我干嘛 管不住 我爸根本不想理这一群破烂亲戚 不懂规矩 我们不治你 将来出社会肯定会有人治你 我耸耸肩 无所谓 反正轮不到你 周南家 大伯母一甩筷子 你怎么老是抢我的菜 我把刚从他筷子底下抢的大鸡腿塞到嘴里 大伯母 我比你小那么多 你不知道让着我吗 一顿饭把大伯母气得吐血 但是他们一家赖到我家不走了 东西是能捞一点是一点 随便 反正我会预判他们的预判 他们根本惹不到我 哎 小方 你快进来坐吧 大伯母热情地招待某人 这又是请了奶号人物 我烦不胜烦 阿姨 我帮你拎吧 方 方指 他怎么会跑我家 男家 还不起来 帮这个小帅哥拎东西 大伯母把我拽起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哈 这个是方指 就住楼下呢 奇怪 这怎么搞得像他家一样 大伯母 我心里冷哼一声 我都知道 用不着你说 心如呢 心如快过来 你看这帅小伙 长得多俊 大伯母把堂姐拉出来 使劲让周心如和方指 站在一起 俊男靓女 多般配啊 我你没暗想 这是给自己找了个女婿啊 男家 你看 你堂姐是不是又漂亮了 方指这小子 刚刚一见到我就帮我拎东西呢 我问他 为什么这么积极 他说认识这家的姑娘 那不就是心如吗 方指眼光不会这么差吧 周心如捂着脸笑了一下 妈 你快别说了 不是 阿姨 不是 阿姨给你切水果哈 方指望做解释 结果根本没人理他 他尴尬的面向我 干 马屁拍到猪蹄上了 你说什么 嘀嘀咕咕的 没什么 没什么 方指现在 这安静腼腆的样子 如果他知道 前两天自己的弟弟 和大伯母家的熊孩子 打了一架 不知道会做何反应 方指 你现在多大了呀 周心如撩了一下头发 抿着嘴笑 和男家一样大 我又是一脸论号 我的表情 就像地铁老人看手机 你叫我什么 再叫一句 平时这小子高冷得很 总是怜名待兴地叫我 难道今天被热情的 大伯母传染 开始犯病了吗 那我也就比你大一岁了 你可以叫我姐姐 或者心如姐姐都可以 周心如还比了个wink 有了 好的 周姐 蹦不住了 方指这奇奇怪怪的 理解能力还挺好玩 嗯 叫姐姐就行 周心如微笑着咬着牙说 倒也不用叫得这么老 好的 姐 周心如顾着自己的形象 没有发作 男家 方指咬着我的名字 让我浑身一颤 干 干嘛 神经病啊 可 有四季真题吗 给我一份 有 有啊 我给你发电子版的 我想要复印版的 那行 我去给你拿 我和你一起 就很离谱 方指跟着我去拿四季真题 独独刘舟心如一人在外面 你家什么情况啊 你大伯母一见到我就拉住我 我一看是你家的亲戚就帮忙了 谁知道这 我背靠着双手撑在写字桌上 这你都看不出来 看出来了 熊亲戚呗 不仅有熊亲戚 最让人头疼的是熊孩子 这不 把我的东西都撕了 不过我可没有说我是故意的 毕竟 小仙女怎么会有小心机呢 还有 那天你弟和熊孩子还打了一架 不过熊孩子比较吃亏罢了 方指的眼神变得晦暗不明 是够熊的 不过你应该会招架住吧 那是当然 我是谁 不过我话头一转 你刚刚在外面叫我什么 你吃错药了 男家呀 有什么问题 方指竟是无所谓的态度 拜托 当然有问题 不过 哎 他耳朵怎么红了 周男家 你们在屋子里干什么 大伯母突然气势汹汹的 推开我的房门 我最讨厌恶意揣测之人 我冷着脸抬眸 拿皮呀 不然你以为在干什么 没 没什么 许是没看到自己想看的 大伯母干大至极 我 我就是说水果切好了 你们出来吃吧 我和方指出去了 方指因为礼貌 不得已接了大伯母几句话 而我全程不欲再理他们 这样吧 阿姨 这几天我可以帮忙给十位补补课 我平时也给家里弟弟补课 他成绩提高了一大节呢 又在想什么鬼点子 这样啊 不过 大伯母有些难以启齿 没事 不收费 就当我自己也复习一下 复习一年级的东西 你可真有意思 那太好了 大伯母嘎嘎乐 他既希望周十瑞成绩好 又不想花钱 这不正合他意 当天晚上 我就听到大伯母和周心如说话 心如 你明天送你弟弟过去 顺道在 我看方指甲很有钱 你可得好好把握住机会 想得倒是周全 不过 据我所知 周心如可是已经踏了一条船了 那天 我偶然撞见他 挽着一个大富平田的男人逛街 对方开着马沙拉地 手腕上戴着名贵的金表 我不想以最坏的恶意去揣测他人 直到 他们一起进了酒店 什么情况 不言而喻 当然 我相信 方指他应该也打着什么小算盘 果然 每天周十瑞回来的时候都红着眼 方指那个坏蛋 他训人好凶 呜呜 怎么可能 小方那孩子可是很温柔的 不是 周十瑞尖叫起来 他 他 他每天都让我抄写课文 手都快累断了 他还拿着戒指 他打你了 大伯母惊了 没 但是他敲桌子 老响了 有个人叫就是好的了 再说抄过课文就累了 还是你不行 大伯美好气的说 大伯母一看没什么事 也就放下心来 他的终极目标 可是要调到方指这个金龟许 可不能因为周十瑞这个小屁还耽误了 不过 方指真的挺有意思的 大年初五 大伯母提议全家出洞去逛街 我本来不想去的 但确实该买几件衣服了 我妈给我挑了几件裙子 男家穿那么多裙子干什么 还一个比一个短 不守福道 穿衣是我的自由 你管得着吗 再说 堂姐不也量穿 做人要标那么双标 你堂姐穿是因为她长大了 你才多大 像偷穿大人衣服的小孩 大伯母抢过我选的衣服 往周心如身上比划 我选的衣服 快给我 一件衣服而已 你也要跟你堂姐抢 不仅男朋友抢 衣服也抢 你再说一遍 抢什么 我的手死死攥着衣服 一字一句的说 有胆再说一遍 哦 我说的不对吗 你家邻居小芳喜欢我家心如 结果你整天去勾引她 还把她带到你房间 我都要气笑了 什么带到房间 我爸脸很黑 你这个好闺女哦 把男人 你闭嘴 我爸少有生气的时候 我只听我闺女说 方只问我借四级资料而已 我爸脸色终于好了一点 大嫂不会说话了 可以闭嘴 没人想听你爸爸 你 大伯母 我也不想再忍了 你说我抢堂姐男朋友 据我所知 方只没和堂姐在一起 你说的男朋友是那个吗 我冲他们身后扬了扬下巴 堂姐和那个男人正躲在角落摇耳朵 而那个男人正对堂姐上下其手 我刚刚就发现周心如不见了 男人应该是他的金主 寻求刺激 所以才偷偷摸摸跟过来 这是他们的事 我本不想拆穿 可是大伯母实在令人作呕 我讥笑道 我可没有堂姐那种口味 大伯母早都疯了 冲上去喊 你是谁 你的手放哪呢 妈 你冷静一点 你让我怎么冷静 大伯母嘶吼着扑到男人身上 男人一把推开了他 装什么清高 我可是给了钱的 你不妨问问 平时你闺女拿回家的钱 都是从哪里来的 我不想掺和这场闹剧 和我爸打个招呼就回家了 正好碰到芳芳领着萱萱在玩 芳芳 要不要和妹妹去姐姐家玩啊 上次旅游买了好多小玩具 我拿给你们 好啊 谢谢姐姐 我领着俩小家伙在我房间玩 这段时间和熊孩子斗智斗勇 好不容易能休息话 可我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 芳芳 你有听到什么吗 没有啊 哦 那可能是我多想了 话还未落 我就听到一阵噼里啪啦的放炮声 还夹杂着小孩哭声 而且 好像是在我家厨市 萱萱立马被吓哭了 芳芳 你先领着萱萱回家 我去看看 打开门 一股火药味 周时瑞躲在角落 嗷嗷大哭 他不是跟着一起去逛街了吗 怎么回来了 地上有一团烧得黑乎乎的册子 看样子像是方指给周时瑞的那一本 谁让方指那个大坏蛋叫我抄克文 我就不写 我把它烧了 我还把他弟弟妹妹的作业全撕了 哈哈 这个小孩 所以他为了烧作业 不小心把厨师的鞭炮给点着了 厨师里的东西已经被炸得不成样子了 我正想要打开窗户散散气 却发现窗户不见了 我家在十楼 我心里咯噔一下 连忙跑到窗户口看 楼下一辆马沙拉蒂的车顶全是碎玻璃炸 还好 还好没伤到人 楼下乱哄哄的 我赶紧下楼去解决问题 车主抱着三岁的小孩破口大骂 谁家的窗户掉到我车顶了 给我孩子吓成这样 万一砸到人了怎么办 我心里一阵后怕 不好意思 我先冷静 我 车主太过气愤 竟想来推我 给老子都快下出心脏病了 抱歉 有什么问题让警察说 身后默然伸出一双手 将我护在身后 是方指 我镇静下来 说道是我家的熊孩子不错 我会打给他的父母 让他们照价赔偿 打给我爸之前 我先报了警 以免大伯一家虎脚蛮缠 警局里 大伯一家吵吵嚷嚷进来了 我提前将厨师的监控拷贝出来 证据确凿 大伯需要赔偿对方精神损失费 和维修费 共计20万元 男家出息了 竟然帮着外人 要不我们再算算 您儿子偷了我爸的钥匙 偷留回家 并撬了我家厨师的锁这件事 那哟 大嫂 别说那么多了 今天的事 是人家车主幸运 没有闹出人命 以后过年 我们两家各过各的 不要再来往了 你这个白眼 我受了你这句白眼狼 也请你以后好自为之 不要再来白眼狼的家里了 我爸不欲多说 领着我出了警局 剩下的事 就与我们无关了 没有大伯一家人 我感觉空气都清新了不少 你小子 我爸重重拍了 方指肩膀一下 多谢你今天护着我闺女 方指吃痛 应该的 应该的 不过 我爸眯了眯眼 你小子找我闺女 应该不是为了 那份自己真体吧 可 可 是啊 我一脸问号 等等 别说了 我脸有点烧 你们年轻人啊 我就不管了 先走了 我爸丢下我和方指 两人面面相去 你堂姐说你脾气差 脑子笨 得理不饶人 巧了 我都能忍 所以考虑一下 我眨眨眼睛 我想想吧